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在开始之前,请务必按下订阅跟赞! 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忘了按,结果后面想追老师的更新的时候,就突然找不到老师的频道了 所以请记得先按订阅跟赞! 您才能卡板凳哦! 这一集老七师老师想了一段时间,才决定录制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篇是属于佐证老师所解析出来推背图的历史本文演示 但是这篇一旦出来 后面的变化跟脉络,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 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像航海王里面的伟大航路一样 某些路线他会有交汇 但是某些的状况又变成各走各的路 当然虽然殊途同亏走向了整个世界大方向 但是影响的争议 恐怕还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 而且老师投入大量的时间 所破解解析出来的答案 其实又跟很多宗教的大预言 也有很多重叠之处 当然这些留在我们后面,老师会制作一系列的视频 来跟妈妈跟大家一起揭开这个世界自古以来 被隐晦起来 不予人知 却到现在这个世代 我们又不能视而不见的一些古文明跟被隐匿起来的外线科技 这并不只是包含所谓亚特兰提斯 或者是玛雅 包含了中国以及印度都有这些的痕迹存在 好,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事实上除了推背图外 老师也考究了另外一个预言题 那就是在民国初年在南京所发现的精灵塔碑文 这个碑文相传是刘伯温刘姬所见 那第一次发现他的时候是在太平天国的时期 被法贼也就是太平军初次在南京被发现 但是一旦他们炮轰要发现的时候 整个塔就突然的崩塌下去 又被深深的埋到地底里面去了 直到民国七年 也就是也有人说是民国大概12年 才再次的被挖掘出来 显露在世人的面前 那长期以来 很多人对于说这个碑文 精灵塔碑文到底是不是刘姬刘伯温所见的 有很多人有些争议 但是以这个碑文上的文献 以及后面所发生的事情 就比较不会是后人要假借刘伯温的名义来委托 因为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以及各地的战争 根本就还没有发生 所以如果说是要后人去都来做一个假名 借名来 脱名出版的 那时间也太早了 因为精灵塔碑文讲的就是民国开始的预言 而非像过去的所有预言体都从三皇五帝下桑丘开始 不,精灵塔碑文在民国初年被发现的时候 就是讲民国跟中共的政权一直演到很后面很后面的地方 而根据老师考证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他在开国的时候 他的首都的确就在古称精灵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而刘伯温他当时的职位是什么呢 就是仅次于韩国公李善长的辅相 并协同建立南京的国都 而他要藏一个仅记录几百个字的碑文 而且不会让多疑的朱元璋发现 那的确是非常的容易的 而后面继任的明慧帝 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 被他的叔叔名城主逼退 后来国都就迁往了北京 把原来元大元大都修改为紫禁城 而之后所有朝代的更迭 所有的政权的首都都建立在北京 那碑文被一直被深埋在南京 没有被发现 也是十分的合情合理 而我们看到精灵塔碑文 他使用的文体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老师看他的用字潜词 的确是很有刘基刘伯温的风格 为什么老师可以这么说? 因为老师是学武术的 我们学八字命理 学各种的命理武术的时候 刘伯温先师他所评注的第一天水 就是我们的学习武术的必修课程 一定要去读他这本书的 当然第一天水沙是由刘伯温所评注的 所以他上面的文体跟他的用字潜词 是有脉络可行 也包含了我们刘伯温先师所评注的 所他著作的玉璃子 也有几分相似 所以说老师大胆的去推测 这个精灵塔碑文是刘伯温 刘先师所遗留的著作 他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不过当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的佐证可以证实 金灵塔碑文是刘伯温所著作 大家也只能议测跟猜测而已 而金灵塔碑文为什么为人所惊艳呢? 那当然就是他一开始写这两句话 金灵塔,金灵塔,刘姬见,借时差 这个意思什么呢? 意思就是刘姬建立了金灵塔 等着你蒋介石来拆封 而金灵塔被发现的时候 当时蒋介石他只是领军北伐的一个将领 天下上位一统 所以特别去出现蒋介石的名字 老师在想也是暗示是说 蒋介石即将成为一统天下的马上天子 而之后的碑文所记载的 不是明朝也不是清朝 虽然我们刘伯温他是明朝人 但是他所写的绝对就不是像比如说乾坤万年歌或是任何的一个预言 这是从古讲到经而是一打开来就是讲民国 还包含了预言的中共政权的兴起跟统治 接下来就讲到什么呢? 道为止是伴说归 红水横流成泽国 路上行人背向西 这三句话讲的是什么呢? 这三句话第一句伴说归 就为毛字不出头 红水横流成泽国 泽毛泽路上行人背向西 你背向西那你是往东走 说这里就出现了毛泽东的三个字了 所以说他就直接讲的中共将会兴起一个政权 毛泽东所率领的一个中共政权 但是要记得在当时毛泽东还不是个咖 完全不是一个咖 没有任何的气候跟实力 所以说有人说金利塔会不会是从后人所伪造的 那这个想法就不共自破了 为什么?因为几乎是不可能 你发现时间毛泽东都还NOTHING 还不是个咖呢 接下来要提到什么呢? 日出东日出西 家家户户受凄惨 德逍遥,逸逍遥,百年繁华一梦霄 这个就很清楚了 讲什么呢? 日出东日墨西,讲的就是日本 家家户户受凄惨 也就是当然就是我们的日军侵华了 德逍遥,逸逍遥,百载繁华一梦霄 就是我们的轴心国 他的战败 德意志跟我们的意大利 墨索里尼他们的战败 接下来讲到什么呢? 红头旗,大头心 家家户户,吊玲丁 三三难立足,五指其容生 心茫茫,意茫茫 清风乔差,走如狂 这里时间有限 老师就不具足具解析 这里就是中共政权的崛起 跟国民党搅供的过程 国民党开始搅供 其实一开始是蛮顺利的,是搅着让共产党心茫茫意茫茫 一直沿打带跑 一直往后撤 那接下来讲到什么呢? 而一党,时日我一党,坐高粱,坐高堂,食高粱 全部寄给他人上 念八人,服众望,居然秧阵胜刀枪 这里讲的是什么? 这里指的就是对日抗战 以及国共内战了 蒋介石被西安事变逼迫 被迫了去什么?跟共产党合作 本来搅供了,变成合作 那因为蒋壮美林区跟美国,跟欧美谈得的这些资源 远远不觉得武器 那当然国民党就分给了部分给共产党 但是共产党拿了这些资源之后 他就是不去打,尽量的不去跟对日本的去对战 把所有对日抗战,大部分的战争都交给了国民党 那到最后抗战最后的胜利 拥有精良装备的国民党 居然败给了共产党的农民军 那这个也是这边所讲到的 然后讲到什么呢? 居然央征胜刀枪 那接下来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了 小心光,闭星光 念将二人走北方 去家墓,路彷徨 到处奔波,人皆棒 大海落门栓,河广,微微光 这里当然就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建立 五星旗逼走了天刚星 而国民党怎么打怎么败 两奖率的国民党 慢慢的就开始撤退来台了 两岸就开始进入什么?对峙的局面 也就是大海落门栓 河广,微微广 为什么是微微广呢? 因为其实两岸集离很近 河广,微微广 只看要没有人要把他给打开门 再互相交流了 那接下来时代还是继续推演 推演到什么?良情,良田万寝 无难跟,大好 禅士无女访 一人偏爱将,而我互相帮 这个部分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部分就是对应了老师解出来的第39项推背图 所讲的文化大革命 大家都忙着做什么?欢乐斗地主 没有人去建设 这部分老师已经解析出来了 那因为我们先讲的第40项 所以说3839的老师会择日以后在我们再把它公布出来 那时代还是继续推演 四水姓木日,珊瑚陈豪强 白人陈威武,英姓花鸟荒 这个部分就是说什么呢? 邓小平的资本化政策 以及后面三个中共领导人的经营 让中国逐渐摆脱了什么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经济快速的崛起,以及到现在习近平的治理 好 各位 我们看到关键字白跟鸟 这个关键字 好 这个各位有看到我们第五集的第四集的人 那你就要注意到啰 接下来 实在继续走! 竹水去南韩 外俄归母邦 这里讲的就是首富台湾了 为什么呢?竹水就是要怎么渡过台湾海峡 南韩 什么叫明初刚从蒙古人手上取回的政权 所谓的南韩指的就是什么? 南方的韩王 也就是自立为王的中华民国 说这里就讲的是他要收复台湾了 那以上两段也对应了老师剖析的第四十项推背图 为什么这里讲的不会是港澳呢? 因为港澳它是属于租界区 所以并非符合南韩的特征 好 也是韩王 年三王的特征 接下来讲到的就很明白了 哦 什么呢? 零三招浩劫 烈火倒扶桃 劫劫劫 先凡逃不脱 东风吹送 草木摔 洪水滔天 主日来 这里 如果你看过老师第五集的推背图 讲解中的第四十一项就知道这里就是老师所说的核战已经爆发了 东风吹送 草木哀 代表辐射城的影响 由东至西 或者是东北往西南 或是东南往西北 它从沿海地区往内吹 所以是说 中共的政权才会慢慢的迁往秦州 也就是陕西内的长安那里附近 迁过去 所以精灵塔碑文也完整的来佐证老师解析破解出来的推背图 有可能是完全正确的 而在后面就是要走推背图第四十二到第四十三项的左右 他这个差不多这个数字左右 也就是什么 中共政权的灭亡 当然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 以后我们时间大概都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这留待我们下一集的推背图解析 我们会来一起做讨论 请注意各位新朋友老朋友确定要有按订阅 跟赞 这样老师推出新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够收到通知 如果你只按订阅没有按赞 你不一定会收到通知 这个是YouTube的他的一个演算法 他不会每一个订阅者的通知 有按赞的 他就让就让你知道 还有在我们的视频的说明页面的最下方 有老师经营的卖场 如果而且还有如果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咨询服务 也在下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以及老师的收费 最后老师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百日健身大挑战系列 就是我们的大叔补完计划 基本上每一天应该都会上传去更新啊 现在要恢复更新了 因为老师过这几这两个礼拜积累太多 已经有十来天没有更新了 现在要更新了 不然我接太多没办法消化 那这个东西 这个大叔补完计划 百日健身大挑战 跟我们现在主题会比较不一样啊 有兴趣看老师挑战自我的啊 以及老师日常生活态度的 那你也可以在下方找到我们的大叔补完计划连结 一起记得要点赞哦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